10月18日 中日互派记者60周年纪念活动在东京举行 请看本台记者报道 11月18日 由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新华通讯社主办 日本新闻协会协办的中日互派记者60周年纪念活动 在东京王子酒店举行 中日媒体和新闻机构代表 中日交流相关人士 两国青年代表约100人出席活动 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出席活动并致辞 他表示 驻外记者在国与国之间架起信息的桥梁 承担着不同国家民意相知相通的重任 60年来 中日两国媒体不断传送彼此国家发展的最新情况 传播各领域各层次交往互动的故事 增进了两国民众的互相了解和认知 习近平主席日前同石破茂首相举行重要会见 当前中日关系处于改善发展的关键时期 各层级各领域对话交流有序展开 希望两国媒体人作为最了解对方的有识者群体 为中日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发挥更大积极作用 新华社亚太总分社社长汪金福在致辞中表示 60年前的金秋时节 新华社首批驻日记者团七人抵达东京 拉开了中日互派记者的序幕 新华社将继续立足中日友好合作和互派记者的初心 努力做好民心相通的传播者 人文交流的促进者 日本新闻协会副会长长谷布刚在致辞中表示 中日互派记者的60年来 两国媒体在增进两国互相了解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期待两国媒体继续在各个领域进行互通和交流 为日中友好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之后 日本外务大臣政务官 声道皇子及众议院议员近藤昭一致辞 针对媒体在中日关系中的作用 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活动中 播放了首批驻日记者 原文化部副部长刘德友和原驻日记者 前驻大阪总领事王太平的视频致辞 作为媒体界的前辈 他们回顾了以往在日本报道采访的情景 并赋予了新的期待和希望 纪念活动现场还展示了二十余幅有关 中日媒体交流的图片 与会嘉宾驻足观看 了解中日互派记者的历史 在随后的专题讨论环节中 两国媒体代表围绕交往历史 媒体责任 新媒体传播等话题进行了交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